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内容题 刘亚洲落马移交司法 习近平调整随从人事声扁微妙 李强空前低调加紧布局新内阁 美国制裁中国金派科技 组俄罗斯进口关键技术 中国间谍购买第三国公民身份 免迁入境英国 四青年相约天门山赴死 原因只有一个 好 接下来我们看今天的报道内容 刘亚洲落马移交司法 据星岛日报报道 多个消息来源证实 解放军国防大学前政委 刘亚洲上将涉及严重违级违法落马 中央军委纪委已经完成对其调查 涉案金额巨大 移交军队司法系统 刘亚洲曾是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 也是著名作家战略家 鉴于其影响颇大 军队已经展开清理刘亚洲余毒 要求清理其有害讯息 现年70岁的刘亚洲是著名军旅作家 长期在军队服役 曾任空军副政委 经常以战略家的姿态出现 指点江山西洋文字 发表金门战役检讨 我愿意做自由思想的寻道者等文章 引起轰动 还推出九卷的刘亚洲文集 她出身革命军人家庭 其夫人李小林是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爱女 曾任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会长 2017年年初 刘亚洲未满65岁提早退休 之后也没有在全国人大或政协安排职位 引发外界各种猜测 2021年年底传出刘亚洲被调查 青岛日报曾向其一位亲属查询 未获正面回应 据消息透露 今年春节前后 中央军委纪委完成对其调查 涉案金额巨大 将其双开 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并移交司法 消息称 近年涉及高级将领腐败问题 已不对外公布 据悉 2014年前山西前首富 前金业集团董事长张新明涉黑 洗钱被抓 牵涉多名权贵 当时就传出张新明初前在港出版 刘亚洲国家思考录 并捐赠某个基金会达6000万元人民币 该基金会与刘亚洲家族关系密切 由于刘亚洲影响颇大 军队掀起 肃清刘亚洲余毒 消息称 军方2月底下发通知 要求在3月份清除 刘亚洲有害讯息 各单位以自查的方式 对照涉流信息资料统计表 包括涉及刘亚洲的图书 报纸期刊 文章 题字 讲稿等 确保清理清查 全面彻底 近日网上又流传出一张 太原第七干修所 4月10号发出的通知 称根据上级通知要求 开展全面彻底清查清理刘亚洲有害讯息活动 要求军队老干部充分认清开展此次活动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 作为一项严肃政治任务及时开展 左派红色文化网最近也连续刊登署名赫兰峰的文章 痛批刘亚洲是两面人 文章称 刘亚洲长期兜售西方人道 人权 人性 民主 自由 等普世价值的私货 被一些媒体吹捧为中国最理智的思想家 一位具有大师气质的战略家 其所作所为 是一个典型的野心家和阴谋家 好 我们继续下面的报道 习近平调整随从人事声扁微妙 李强空前低调 加紧布局系内阁 据香港明报报道 从两会后习近平的首次地方考察调研看 其陪同人员有了很大的变化 但人员职务结构却基本未变 身兼中办主任的政治局常委蔡奇 仍然跟随顶替的是丁薛祥的角色 之前在北京和广州接待外国访客的蔡奇未露面 只显示中办主任不再出现在外事接待场合 但其陪伴巡视的功能未变 何立峰和中央政言时主任江金权仍然陪同 只不过何立峰变成了副总理 顶替的是刘鹤的角色 而接替何立峰的国家发改委主任角色的郑珊杰 也在随从之列 陪同者中还有政治局委员李干杰 却不见原中组部长陈希 再度证实李干杰已经接任中组部部长 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在广东湛江考察调研 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广东书记黄坤明 与省长王伟忠双双陪同 由头跟到尾 而总理李强日前在湖南海南调研 则只有当地书记或省长一人陪同 且非全程跟随 近日到安徽浙江调研的副总理刘国中身边 竟无一名当地党政首脑现身 相较之下 之前的副总理胡春华到地方考察时 一般都有省委书记或省长陪同 李强新内阁在姿态上虽然空前低调 在人事上却加紧布局 前天发布的国务院任免令中 新任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的康旭平 就是李强在江苏上海时的秘书 56岁的康旭平是江苏镇江人 从区政府文员做起 2002年李源潮刚主政江苏 他就从镇江市委副秘书长 被调入省委办公室综合处任处长 2016年李强主攻江苏时 康旭平已是省委副秘书长 兼研究室主任 一年李强主政上海 他又出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 兼研究室主任 国务院研究室主要负责各种文稿的起草 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出自该市 康旭平曾以笔名东方亮 在中办主办的秘书工作上撰文 描述替领导起草文稿通顶的艰辛 晚饭后洗漱壁 孤灯下便开工一夜无眠到天亮 当我隔着窗帘听到早起忙碌的人 匆匆而过的脚步声时便知道天已亮了 而此时我的讲话一般也接近尾声了 在同一份任免令上 被免去司法部副部长的雄选国 日前已经以全国总工会领导身份露面 58岁的雄选国 是最高法院前院长周强的西南政法学院师弟 后又到武汉大学法学院 师从中国刑法学泰斗马克昌教授 05年41岁就成为最高法最年轻的副院长 脚踏大两岁的现任司法部长贺荣 当时只是北京市高级法院副院长 但雄选国后来试图受阻 据说与在新疆任政法委书记时 执行时任书记张春贤的柔性至江政策有关 也有传与结实司法部原疆美女干部李玉有关 李玉也是武汉大学法学博士 是雄选国的小师妹 大概因为这一层关系 雄选国对李玉有所关照 雄选国离江任司法部副部长后 李玉留将发展 从政处级自治区界独局副局长 三年就升至副厅级的自治区副检察长 但2020年他被指涉严重职务违法问题撤职 至今不知所终 雄选国本人也黯然到了仕途末站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美国制裁中国金派科技 阻止俄罗斯进口关键技术 据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财政部周三4月12号宣布采取行动 进一步限制俄罗斯通过促进者及其公司 接触国际金融体系 并进一步阻止俄罗斯进口用于乌克兰战争的关键技术 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 总共对20个司法管辖区的25名个人和29个实体进行制裁 其中包括中国的金派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 在与英国协调下 美国正在把目标对准在多个司法管辖区受到制裁的 乌斯马诺夫的商业网络 乌斯马诺夫是俄罗斯最富有的亿万富翁之一 也是普京的密友 他的业务涉及金属于采矿、通讯和信息技术 美国2022年3月对他进行了制裁 除了美国以外 乌斯马诺夫也受到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日本、新西兰、瑞士和英国的制裁 他价值近6亿美元的豪华游艇 在2022年被德国当局扣押 受到制裁的包括乌斯马诺夫的顾问 在塞浦路斯的商业网络 与他和他的公司有关联的企业高管 他的技职等个人与实体 另外金派科技香港有限公司等 向俄罗斯提供可用于国防的物资 以及躲避制裁的企业 以及俄罗斯控制的 位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国际投资银行 也受到制裁 美国财政部说 金派科技是一家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供应商 为俄罗斯军工综合体的多个实体 包括专门为俄罗斯国防工业 采购外国物品的知名国防工业制造企业 包括专门为俄罗斯国防工业 采购外国物品的知名国防工业制造企业 这家企业在2022年3月3号受到美国的制裁 金派科技提供的微电子产品 具有包括巡航导弹制导系统在内的国防应用 随着克里姆林宫寻求绕过因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 而对俄罗斯实施的广泛多边制裁和出口管制 美国和我们的盟友与伙伴将继续干扰躲避制裁的计划 这些计划在战场上对普京提供支持 财政部负责反恐与金融情报的副部长纳尔逊在声明中说 今天的行动凸显了我们致力于履行七国集团 让那些支持俄罗斯战争的第三国行为体 付出沉重代价的承诺 财政部今天还撤销了与俄罗斯相关的第15号通用许可证 该许可证授权与乌斯马诺夫直接或间接拥有50%或以上股份 未被列入制裁名单的任何实体进行交易 这意味着任何直接或间接由乌斯马诺夫拥有50%或以上股份的实体 都将被封禁 无论这些实体是否列在制裁名单上 美国人或在美国境内或过境进行的 所有涉及乌斯马诺夫的财产或财产利益的交易均被禁止 除非获得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续壳 在财政部采取行动的同时 美国国务院也宣布把在俄罗斯国防部门运营的多个实体 和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实体 以及与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的其他实体列入制裁名单 财政部说 美国商务部将采取同步行动 把28个实体添加到它的实体清单当中 中国间谍购买第三国公民身份 免签入境英国 据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人入境英国需要申请签证 但只要用投资方法成为第三国公民 就可以免签证入境英国 令英国情报机关对官员作出警告 英国情报机关军请五处向英国官员警告 中国间谍购买第三国公民身份 利用这些国家的护照免签证入境英国 英国内政部正在准备一套新的签证限制 去阻止中国利用这些护照 但英国外交部就被指控阻挡这项措施 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说 军请五处向英国官员提供证据 包括中国的敌意国家的公民 透过取得这些免签证国家的护照进入英国 担忧入境的人包括间谍 此外英国的国家打击犯罪调查局 也有证据显示 由组织罪案集团有利用这种方法 将在国际刑警监视名单上的人 偷运入英国 巴努阿图、纳比米亚、东蒂文等国 允许外国人投资当地 或付出相对小额的金钱 就可以取得当地护照 并可以免签证进入英国 以图马阿图为例 外国人只需要付出12万英镑 折合约15万美元 而且不需要踏足当地 就可以在几个月之内取得当地公民身份 纳比比亚有类似的计划 外国人需要投资24万英镑或以上 巴努阿图在2015年一次强烈热带气旋 清晰之后 开始这项投资举措 至今已经有超过4000名中国人获批 中国人可以免签证到70个国家 对比之下 巴努阿图公民可以免签证到123个国家 在收到中国间谍透过这种方法 入境中国的证据后 英国内政部正在准备一套新的签证限制措施 然而有英国政府消息人士对泰晤士报指 英国外交部阻挡这个做法 因为外交部希望解除对印尼、泰国、赞比亚等国的签证限制 让更多旅客入境 但被内政部否决 消息人士指出 双方就限制签证措施都不肯让步 内政部认为对方软弱 外交部就认为对方过于小心 英国外交部消息人士对泰晤士报指 并非想阻挡计划 只是寻求延迟 而这是部门间的正常 相讨程序 并非争执 英国内政部说 英国政府会基于最新的资讯及情报 恒常检视英国的签证收集 四青年相约天门山赴死 原因只有一个 据自由亚洲报道 近日四名年轻游客 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景区自杀身亡 引起社会关注 这四名死者的共同点都是长期家境贫困 又遭遇了人生变故 学者认为 中国公共福利保障和救济机制 长期缺位 加之高压统治 中国年轻人越发绝望 4月7日张家界市永定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通报称 4月3日下午 四名外省人员三男一女在天门山跳崖 三名男子已身亡 女子被当场制止 但因他跳崖前服毒 经抢救无效 最终死亡 四人均为自杀 排除刑事案件及其他因素 警方透露 这四名死者通过群聊的方式沟通策划 共同复死 在跳崖前 四人留下书面遗言 本人是自杀 与其他人无关 中国社交平台上流传的一份文件显示 这四名跳崖者分别来自福建 河南 河北 河四川 均为农村户籍 在外务工 年龄从22岁到33岁不等 麻省总挑戏出段 厄运值 找苦命人 可以看出无法摆脱的贫困 和不断新增的变故 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美国民间人权组织 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 接受采访时分析说 中国经济下行 导致各种社会矛盾浮出水面 中国年轻人普遍越来越看不到希望 他认为 这些死者属于第一代或第二代留守儿童群体 他们的身心境况比一般群体更加糟糕 且一直是社会忽视的现象问题 这个事件也反映出中国年轻人对中国目前的状况 以及对他们的未来的绝望 已经到了比以前更严重的地步 他说 中国的公共福利方面 以及精神病 自杀等社会救援本身就很缺位 为何这四人选择以这样的决绝方式离开 他们的生前有着哪样的人生经历 据多家中国媒体报道 死者陈某性格懦弱 幼时因成绩不好被劝退 早早就在外地打工 陈某父母一年收入只有五六万元 去年父亲还得了癌症 治疗费不肥 陈某此前告诉家人 因为工资太低 半个月前他辞掉了工作 死者彭某上面有两个哥哥 哥哥们成家已经花去了家中所有积蓄 而七十多岁的老父亲身体常年不好 同村的人都知道 彭某家穷出不起彩礼 也买不起现成的房子 处于婚恋市场的最底端 没有人愿意给他介绍对象 同样的遭遇也出现在死者张某身上 父母早年离了婚 家中兄弟六个 因为家穷年纪健长的弟弟们都还没有结婚 死者刘某是四名跳崖者中年纪最大的一个 条件苦是村里人对刘家的直观印象 早二十年前刘某母亲去世 父亲中风行动不便 家中还有年迈的奶奶 刘某也是早年外出打工 曾结过婚 离婚后孩子被判给了前妻 此后情感一直不顺 还曾被骗 美国政论刊物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称 以中国政府的能力完全可以解决 这类群体的生活问题 然而此前却对此视而不见 只有当这些人发展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威胁到政权稳定时 当局才会有所行动 现在中国经济状况并不差 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不难 习近平说 中国扶贫取得了成功 这也证明了 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 他说 这些人除了像自杀之外 并不会造成别的社会问题 这也是当局不重视的原因 胡平还说 中共的高压统治进一步加剧了 这些弱势群体的孤独 无力和绝望 天门山群体自杀事件一出 网上传出中国各地开展 入户走访 排查50人员 50人员即生活失忆 投资失败 心理失衡 关系失和 精神失常 符合这些特征的群体 目前被当局认定为 社会不稳定因素之一 严防发生民转行 行转命的个人暴力案件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